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五美子匠 我唱了你嘴角全歌我很味道 把长到初恋的青涩爱恋 比喻成五美子匠的酸甜 整首歌充满甜蜜氛围 因为你每个害羞的反应 大陆歌手李荣浩 这首五美子匠歌曲上线后 大批网友被轻松旋律甜甜的歌词洗脑 出现翻唱热 不少大的网友为了听这首歌 还买了李荣浩四月武汉开唱的门票 甚至还带红乌梅子匠这商品 购物平台热搜榜乌梅子匠冲到排行第八 产品还附注上歌词 搜索量直接暴涨了两百倍 不少人还研究做法 买来乌梅搭配洛神花白砂糖调出酸甜果酱 而以欧安米算 拿下金钟主题歌曲奖的歌手林怡 再把食物写成歌 把刀定爱轻轻酒远碎 因为你爱我 因为我爱你 林怡把恋爱过程经历了甜蜜摩擦 与香菜的特殊香气联想一起 她还介绍吃香菜游易健康 预防阿斯海默症等当了称职的香菜大使 透露被歌迷敲碗出美食系列歌曲 另外创作歌手一支鱼单曲把奶茶唱入情歌 灵感是在秋天喝了热乎乎奶茶后感到温暖不孤独 旅乐天棒球团长Rina合作情形甜蜜 致敬还派甜心的装扮也令人耳目一新 TVBS新闻上面在红银台报道